然後知道我們有了目標之後 我們就要來進行我們的模型製作 然後在製作模型之前 我們還是要找一些參考圖 像我這裡小雞 我的目標是做的像 大概像這樣子的 有點像史萊姆一些球狀 的小雞 一樣從基本型開始 不過這一次不像雞蛋我不用貼圖 這次我把眼睛一些身體的結構 我們都把它做出來 然後用這樣的模型 我們再來做動畫 好 這裡收起來我們可以進入我們的模型 好像基本型 之前提過 基本型 Shift A 我這裡開啟 球卡 好 Shift A 我們可以創建 這裡的球型一樣 這裡有 UV Sphere Shift A Icon Sphere 甚至如果我們有開了 AddOn ExtraObject ExtraObject ExtraMesh ExtraObject 甚至都還有 會有 Mesh下面還有 RoundCube 核狀 預設是0.2 它是方形的 方形的 但是我們把它 改裝 A Mesh RoundCube 我們把它改裝成 圓形 這樣做基本型的時候 我們其實這樣子都是基本型 圓形 但是我們要拿來做角色 做什麼模型的話 其實模型我們一樣希望的是 四角面 因為四角面在模型動畫的編輯上 它才是一個比較 好用的模型 像三角面的這個之後再做動畫 甚至畫貼圖它拉扯方式就比較不平均 所以我們不會用 Icon Sphere 這個模型 再來 球狀 最常用的其實是UbSphere 那它的問題是 它的頭尾都有一個極點 收成三角面 像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就畫貼圖 甚至在動態這裡拉扯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有 不自然的 的一些光影 這個我在做眼睛的時候 會給大家說明 用RoundCube跟 UbSphere 做出來的 在質感上 會有一些不一樣 會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做模型的時候 竟然用四角面 所以我會很喜歡用RoundCube 好 這裡多額外補充的 就跳過 用3D Cursor 我們Select to Cursor 我們要回歸這裡 好 我們正式進入模型的部分 我們要按Tab 長按 拖拉進到 Edit Mode GZ HP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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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 Z 好,我們用這樣的基本型開始製作 我們的模型 好,這裡 腳跡基本上它是一些 像史萊姆有點橢圓 我們來看一下 參考圖 基本上是圓形 我希望我把它做得更 扁一點 讓它比較可愛一點,比較胖胖的感覺 不然它是一個正的球 好,這裡我們可以配合 Proportional Add-in Object 在其他3D 軟體上可能叫Soft Select 等等的,這個要怎麼用呢 我們按下Tab Add-in 我們選到點 我們按G移動的時候 這裡沒有開到 按G移動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圈圈 它在把它漸層的範圍 至於漸層的程度 它會是依照這裡的模式 像如果是Constant-in的話 G,它在這個範圍內的 它就是硬的 的方式去 左方,所以像我們這裡就維持 像是用Smooth的 像我們G,Z,我就可以 選一個比較Soft的樣式 然後我這裡 G,我可以用更大模型 我把它壓扁 形狀我把它 拉下來 A,我把它Scale Z,壓成我想要的形狀 然後我下方 G 我們縮小一點 Z 這裡除了G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Scale 讓它繼續做縮放 做出我們的基本型 GZ,我們來調整 好 這裡它是小雞嗎 我從按3到側邊 我希望它還是有點一巴的形狀 G Scale G 讓它有點一巴的形狀 讓它有一點腰身 讓它有一點腰身 讓它有一條它的形狀 好 這裡大家可以配合 直接開啟配合 StopDivision 因為畢竟這樣的點面數太低面數 有時候可能我們像這樣 一個點的去變形 我們可能比較抓不到我們 實際上未來的樣子 所以可以稍微配合 做 Subdivision 來看我們的樣子 我們的頭 G G小一點 它頭尖尖的 來 縮小 我們做調整 往這裡 去做出我們要的 樣子 它這裡 在調整的時候 因為是對稱的 所以我目前是這樣調 當然這裡 我們可以配合 Smooth X Edit 把點刪掉 我們這裡 一樣可以配合 Miro 把鏡射開起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只要調一邊的點就好 比較方便 調整 然後這裡可能會 大家會發現不小心會穿面這裡 這裡大家可以把Clipping開起來 這樣的話它在中間點它就會黏住 就不會互相穿過去 我們這裡就把我們的 小雞的形狀 調整成我們 比較期望的樣子 這裡的形狀大家就來調整 第一張最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利用Propulsion的功能 來把我們小雞的基本形狀捏出來 再見 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